谁来你是不是个傻子 看着我干吗 你还跟我讲 你跟谢米兰之间挺好的 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 你知道吗 知不知道我问你 不就是 她想买车 我没同意吗 没了 那还 还有什么呀 你老婆觉得 你生活中没有情趣 觉得你不上计 觉得你抠门 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 你都不知道 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 你在家里跟你老婆不沟通吗 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不是 她 在她妈去世之前 我 我说现在 这些事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 你懂不懂 你不好好解决 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 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 但是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 沈蕾 你不是一个人哪你现在 不是小时候那样 由着你的性子 我就这性格 我就想这样 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 你还想当爸爸 他有这个要求 没有错呀 他希望你上进一点 你怎么就不能呢 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 跟同事搞一搞关系 有点这种社交 这不很正常吗 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 他不需要这个 都需要啊 怎么就你不行呢 就这么清高 姐 你不觉得 她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你还在说她的问题 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 人就是会长大 人就是会变 沈蕾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 真的要出事的 你听见没有 听见